在万众瞩目的乘风2023总决赛中 艾伦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冠军 成为了本年度最亮眼的明星 而谢娜则被授予了年度乘风创始人的称号 她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7月17日乘风2023总决赛赛制设定颇有创意 共设置了11个成团席位 分别由谢娜、Ella、Amber领导三个联创队进行三场比拼 赛后最终跳出牌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小组将获得三个成团席位 牌在第三位的小组只有两个成团席位 剩下的三个席位由现场观众投票决定 在EV1V1团队秀和队长秀三场比拼完后 最终谢娜组和Amber组各获得三个成团席位 分别是黄丽玲、朱朱、谢娜、刘希君、美伊里牙以及Ember进入成团位 而Ella族只获得两个成团位 分别是知福和Ella 由观众票选出来的三位姐姐分别是卢靖山、龚琳娜和贾靖文 最终11个成团席位满园 其中谢娜是年度成锋创始人 总冠军是Ella实至名归 在比赛过程中 Ella的表现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她的唱跳实力、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都成为了观众们喜爱她的原因 Ella不仅在比赛中保持了高水平的发挥 还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她的决心和勇气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她对工作的执着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在这场比赛中 许多选手在音乐、舞蹈、表演等方面 都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她们的精彩表演和努力付出 让整个比赛充满了紧张和刺激 观众们可以看到她们在舞台上的成长和进步 也可以感受到她们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竞赛类节目终究也会有遗憾 像是刘亚瑟、张嘉尼、曲颖、孙岳、唐伯胡等姐姐 她们也给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很遗憾最终没能过成团 不过 她们的付出得到了选手们的尊敬和喜爱 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她们的力量和魅力 成风2023总决赛成团名单的出炉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选手们的实力和努力 也展现了这个节目的魅力和影响力 Ala作为冠军的荣誉 是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付出的回报 而谢娜则以年度成风创始人的称号 彰显了她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些选手们将继续展现她们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她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 向着更高更远的梦想成风破浪 不断挑战自我 观众们可以期待她们在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一起见证她们的成长和辉煌时刻 最后 让我们一起为成风2023总决赛成团名单的荣誉贺彩 为Ala 谢娜等33位姐姐的精彩表现鼓掌 北京时间7月17日晚 芒果台综艺浪解四成团业录制结束 最终11位姐姐获得了成团出道的名额 11人与之前网传出道名单完全一致 陈佳化毫无疑问第一 最终获得成团出道的姐姐分别是陈佳化 刘亦云 美伊里牙 谢娜 朱朱 知福 刘希君 黄丽玲 卢靖山 龚琳娜和贾靖文 在此之前就有网友爆料成团的11位嘉宾 并且爆料最终排名陈佳化第一 刘亦云第二 美伊里牙第三 这个爆料与昨晚录制结果完全一致 陈佳化是台湾著名歌手 而根据参与现场录制的网友爆料 陈佳化最终获得冠军后 陈佳化在舞台上大喊 我是She的Ello 这句话瞬间让网友梦回She的盛行时代 陈佳化作为今年国内最大牌的姐姐 她在出舞台带来了一首 他们组合的交代歌曲 而在此之后的公演舞台中 她的排名一直都很高 她最终夺得冠军可以说毫无疑问 也是实至名归 刘亦云是外籍华语歌手 她是通过韩国女团出道的歌手 她毫无疑问是今年参赛姐姐 中唱跳能力最强的姐姐 不过她作为外籍艺人 最终未能夺冠 排名第二也在情理之中 排名第三的则是美伊里牙 美伊里牙是日本艺人 在未参加节目前 她在日本就是个三线艺人 节目未播前 她热度可以说最低 也不被网友看好 不过 在出舞台中 她带来了一首极乐净土 这首歌曲加上她二次元的舞台 瞬间受到了很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因此 她人气大增 瞬间超越谢娜 成为了今年的人气王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 美伊里牙的人气确实非常高 不过后面她的人气有所下滑 特别是舞宫舞台中 她的热度大幅度下滑 因此她排名第三已经很不错了 毫无疑问 美伊里牙也会是今年节目中最大的赢家 她也是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 也受到了很多综艺节目的邀请 作为内地综艺一姐 也是今年三十多位姐姐中 人气最高的谢娜 她在节目中的人气非常高 不过最终她却没有进入前三 获得了第四名 谢娜获得第四 也可以说是最适合她的名词 因为她唱功和跳功都一般 不过人气很高 因此这个排名很适合她 而且谢娜还是年度成风创始人 卢靖山 龚琳娜 贾靖文三人 则是通过观众投票产生的三位成团人员 卢靖山和贾靖文都是演员 贾靖文是台湾著名演员 她出演过《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 她能被网友推荐成团出道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知福是越南著名艺人 在节目微播前 网友们都看好她 不过随着美伊里牙的突然爆火 她没有什么发展 不过好在武功舞台 她证明了自己 并且获得了第一名 而在成团业中她获得了第六名的成绩 刘希君和黄丽玲则是专业歌手 而他们排名分别是第七和第八 他们能够成团也在观众们的意料之中 而排名第五的则是有着今年门面担当的猪猪 落日弥漫的菊 天边透亮的星 众多网友和粉丝分涌而至 齐聚成风成团业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你是千万星星中的一颗 却是我的浩瀚宇宙 世间无人拥有比您更璀璨的亮光 我愿俯首称臣代你加冕为王 众人翘首以盼 等待成风成团业总决赛冠军诞生 激情而浪漫的夜晚 弥漫着粉丝们的热情和呼喊 成风2023历史四个多月 难舍最后一期 陈佳化 刘亦云 美伊里牙 宫琳娜 含泪道别 喂洒舞台 这画面真的让人感动 让人动容 陈佳化 艾乐 成风成团业 粉丝场外应援场面宏大 吸引了众多网友和粉丝的目光 是啊 四月一晃至七月 你和春天一起到达 再将时光推向盛夏 有网友流着泪说 我是陈佳化艾乐的粉丝 陈佳化艾乐在我们心中就是总冠军 我很喜欢你 内心狂热但不疯狂 因为理智的追星才是给你最好的保护 远行与归途 回望来时路 星辰流光 我们从陈佳化艾乐的全世界路过 旅程行至终点 终点意识起点 陈佳化艾乐 成风2023毕业快乐 我们再陪你去看下一场风景 粉丝的情 粉丝的意 粉丝的热情 粉丝的支持 陈佳化艾乐都感受到了 她登上成风舞台 眼里含着泪花 激动地对众多网友和粉丝说 我是SHE的艾乐 粉丝们与艾乐陈佳化一样开心 激动 落泪 有网友直呼 太激动了 我整个大爆哭 根本就忍不住泪水花花的 陈佳化艾乐好辛苦 但也是快乐的 每一次看陈佳化艾乐都让人心情很好 开心果实锤 粉丝们真的用心了 场外花墙中心文字 由33位姐姐的姓名 每一次表演舞台 许多许多的成风元素组成陈佳化艾乐 2023春天到夏天 所有的所有 构成了陈佳化美好的陈佛记忆 艾乐陈佳化粉丝场外应援组织者激动万分 感慨颇多 特别感谢陈佛成团业当天 带着许多礼物和祝福 来应援区串门的姐姐们的可爱粉丝们 祝愿所有的姐姐和小伙伴 都开心享受这个温柔又热烈的夏天 难舍最后一期 陈佳化 刘亦云 美伊里牙 龚琳娜齐聚成风舞台 谢娜 朱朱 知福 刘希君 黄丽玲 卢靖山 贾靖文等众多姐姐 含着泪灰手道别 跟着时光机 踏歌而来 戏数那些打动到心底 最真挚的音符 最曼妙的舞姿 刘亦云 美伊里牙 龚琳娜等众多姐姐的每一首单曲 每一张专辑 每一句歌词 每一段旋律 代表的不仅是姐姐们的实力 更有着姐姐们的人生态度 姐姐们用音乐和舞蹈传达给我们的 是爱 是信仰 是能量 听方 竹方 成方 一段旅程抵达终点 下一站 会是哪里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我们相信 姐姐们和我们一样期待着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征程 姐姐们也一定有很多话 想对自己说 龚琳娜说 成风总决赛 是最后一期节目 陈佳画 曲颖 蔡绍芬 张佳妮 知福 我们一起好幸福 舍不得 舍不得你们 难舍最后一期 难舍成风总决赛 难舍成风成团之夜 陈佳画 刘亦云 美伊里牙 龚琳娜等众多姐姐们 含泪道别 成风之旅并未结束 未来之路 姐姐们继续成风破浪